赵律修纪念中学 赵律修纪念中学是元朗区一间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观纳中学 在1979年创校以来 我们一直秉承着校训明、善、诚、新的精神 致力培养我们的学生成为五欲并存、品学兼善的人才 学校的课程是广阔而均衡的 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会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 令到我们的学生喜爱学习、主动学习 英文科在多年前已经在初中的课程引入了戏剧教学元素 学生由欣赏经典剧作开始到分组讨论、最后舞台演出 在整个过程当中学生不单只将英语活学活用 还学会如何协作学习、加强沟通能力和自信心 在今年我们的同学就在冠立中学 联校英语话剧节当中有出色的表现 获得评判高度的赞赏 还得到戏剧大奖 这个对同学和老师来说是一个认同和鼓励 学校还有恒常的祖会英语分享 每星期都有一天英语日 在一些特别的节日 例如万圣节、圣诞节 学校都会举办全校的英语活动 营造一个英语学习的氛围 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 我们的老师是很积极参与 由教育局和其他大学主办的专业培训科程 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教育趋势和社会面貌 然后就装备我们的学生 提升他们的能力和技巧 接触新科技 让他们走得快人一步 有更好的准备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利用科学科的研究活动 去激发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意思维 例如在学生了解了温室效应的原理之后 我们鼓励他运用立体绘图和雷射切割的技术 加上编程的知识去设计和制造一个智能温室 学校的创新实验室也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的领域上 进行学习、研究和相关的活动 另外学校还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 为初中学生设计了校本课程 让学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人面识别 和图像辨识的新科技学习 我们还参加了香港大学电子学习发展实验室的 优化教学设计计划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探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区块链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 在这些活动当中 学生能够体验到创业家精神 有效促进自主学习 老师设计的这些活动受到评判的高度肯定 还获得结出电子教学奖金奖 充分证明了照中老师的专业素养 阅读是学习的基础 所以学校很鼓励我们的学生以阅读为乐 我们会用不同的活动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 为了突破时和地的限制 我们还在校网设立了一个阅读平台 邀请校友、老师、家长和同学 在平台上分享好书和阅读心得 为了培养同学对语文和文学的兴趣 学校也举办一些跨学科的阅读活动 例如以校园集古村和清明上学图为主题的展览和图书分享 加深同学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识 培养他们的文化修养 学校还和深光万人学校合作 推行阅读传爱计划 照中的同学会先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朗读其中一个片段 然后学校会将这些声音档制成有声书 赠送给深光万人学校 给视像的同学都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个活动就给了机会我们的同学 将他们的爱心化成行动 去关爱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为了提升同学的阅读能力 学校也开设了阅读课 这个课程是由老师自己设计 和同学重温阅读技巧之余 同时引用名人故事 带出坚毅不屈 勇于面对挑战的精神 培养正向的价值观 学校除了重视学生的知识学养的培育之外 也都注重学生的精神健康 致力营造关爱文化 学校每年都举办全校的大型活动 例如全方委学习日 关爱校园活动等等 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体验学习机会 照中的学生动静佳怡 历年来在不同的体艺活动和校制比赛当中 都取得介绍 游泳、蓝球、排球、羽毛球等等 都是我们同学热爱的体育运动项目 而且在学界比赛当中 还获得不少的奖项 有兴趣报读照律修纪念中学的同学 可以申请我们学校的中一自行分配学位 我们每年12月会举行简介会 12月至1月接受申请 3月进行面试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